赖高温 抗干扰 防雷击 元器件跟硬核 接下来我们细看电路和芯片 给大家来一波硬核的分析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 图公英R300 一款来自上海贝瑞科技的工业级4G路由器 它不仅适合工厂 物电网 还能当随身WiFi 超实用 这款路由器价格亲民 大概就是200块钱左右 却支持4G全网通 智能组网和远程管理 号称工业级稳定性 它的电路设计有多硬核 我们将通过拆解来一探究竟 我们先开箱看看外观和配件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核心功能 包括随身WiFi的便携体验 然后重点就是拆解内部的电路 分析它为什么能胜任工业场景 准备好了吗 我们马上开始 先来看包装 盒子设计非常简洁 表面亦有各种关于网络连接稳定的词汇 中国销量第一的一个卡片 从包装盒里面拿出所有的配件 路由器主机 WiFi天线 4G天线 12V的电源适配器一个 带一个二维码的主网说明书 扫码的话可以看详细的说明 合格阵 两包小配件 WiFi主机采用镀星钢板的外壳 质感的话非常的扎实 整齐尺寸高度是95毫米 宽度为111毫米 机器的厚度28毫米 路由器的重量是429克 不到一斤重 便携性的话还是可以的 机器正面贴有一张膜 我们把它撕掉 前面有SYS系统 WiFi 4G的信号指示灯 三个信号灯 可以直观的显示网络的状态 这个侧面有4G和WiFi的天线接口 SIM卡槽5-36V的DC接口 这个接口分为转接卡口和5521的一个接口 WPS和重置按键 这一面则是网线接口 它有一个Win口 有4个Lin口 这里有一个卡扣 可以直接放在工业机柜的导轨里面 或者墙上面有导轨的 也可以直接卡上去 这个小小的体积 轻松的放进背包 蒲公英R300A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智能组网和远程管理 它支持4G全网通 插上SIM卡就能上网 特别适合没有宽带的地方 比如山区或者户外露营 更酷的是它能当随身WiFi 搭配赠送的物联网流量卡 每个月网费只要几十块 就能随时随地的联网 手机平板轻松刷具 开会 它类似花生壳技术 能把内网设备 变成随时随地可访问 比如远程查看监控画面 或者是控制工业 自动化设备 简单又高效 还有向日葵远程开机功能 通过路由器 能够远程开关设备 省时省力 设置也超简单 用手机或者电脑 访问10.168.1.1 界面又好 新手也可以轻松的上手 工业路由器 R300A特别适合物联网场景 就像智能货柜 物流柜 电力监控 无人职守站点 甚至是短租公寓 都很实用 这些功能靠的是 它强大的工业级设计 到底有多硬核 待会我们拆开电路板 看看它的内部的电路 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揭秘一下 为什么它能够 24小时稳定的运行 路由器背面 还有两个配件 配合这两颗螺丝 可以直接把它固定在墙上 5-36V的宽电源 这里有一个 外接直流电的一个接口 直接卡上去 螺丝把线可以固定在这上面 这一张卡是一张电信卡 我找了一个卡框 把它框上 装上去 我们来测试一下网速 这个系统灯就亮起来了 就像设置普通路由器一样 手机的浏览器里面 输入10.168.1.1 进入这个路由器的后台 进行简单的设置 我们就可以上网了 我用的是电信卡 目前在我这室内的环境 它的信号有三格 我用手机来测试一下网速 用Speedtest这个软件来测试它的网速 下载速度最高的时候有448 上传速度最高的时候是44.7 这个速度表现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很不错了 这种速度的话 依附日常的刷抖音啊 看视频啊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这个我在接入手机的同时 又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360宽带测速器 我来测试了一下 这个相当于一个10兆的宽带啊 这个速度的话像汽车一样 打开网页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依附我们在外面没有网络的时候 把它当成一个户外的路由器用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毕竟它可以支持全网东 4G网络 这个东西价格也不贵 而且还是相当稳定 这个普攻音R300工业路由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内部的电路设计的情况 究竟工业路由器跟我们家用路由器 电路设计会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卸掉外面所有的螺丝 用的是1.2厚度的镀性钢板 很扎实啊 还有4颗螺丝 把主板固定着 取下螺丝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一个主板 背板也是1.2厚度的 弹簧卡槽的设计 顶住这里就可以拿出这个卡槽 这一根是它的4G天线 我们打开看一下 一根同轴线缆 连接着这一根天线 柔性PCB做的 这个则是它的WiFi天线 黄童做的接收天线 不稀实的啊 通过同轴线缆 连接到连接器上面 两个镀金材质的天线连接器 这一块灰色的 就是给主芯片进行散热用的 通过硅支贴 把它粘在芯片上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兄弟们 蒲公英R300A PCB的主板电路布局清晰 分供电 主控和接口三大块 工业路由器要求的是 7×24小时不当机 耐高温 抗干扰 防雷击 元器件跟硬核 接下来我们细看电路和芯片 给大家来一波硬核的分析 先看供电部分 R300A支持5-36V的宽压输入 家用路由器基本做不到 直流电经过一颗MLCC滤波电容 和2R20的贴片电阻 稳定电流 两颗江苏节节微电子的 X34小特级二极管 防止反接 还有一颗40伏SMNB封装的TVS顺态抑制二极管 用来防雷击和抗浪用 核心是用的 西安托尔微电子的T3494芯片 搭配旁边这一颗330合金电感 组成DCDC降压电路 输入两颗MLCC 输出端也是两颗MLCC 配合美国每台半导体的 S1040L小特级二极管整流 整个电路效率高 发热低 家用路由器多用9V12V的固定输入 少有TVS或宽压设计 R300A防护电路应对工厂 户外的复杂电源环境 主打的就是稳 重头戏来了 主控电路 核心是台湾联发科的 MT7268NN主控芯片 这颗芯片基于ARM Cortex A7架构 单核最高主频1GHz 集成WiFi和网络处理能力 低功耗高稳定 专为工业物联网优化 内存用的是台湾华邦电子的 W97-EGG6NB-25 为一颗DDR2内存 频率是800MHz 数据吞吐快 适合40处理 网络任务 闪存是用的北京造译创新的 25Q128ESIG 为一颗128MHz的SPI Flash 用来存储固件和配置 读写速度高达50MHz 耐用性强 时钟信号靠的就是这颗贴片金正 提供40MHz的精准时机 保证数据处理不卡顿 4G联网核心是上海遗远通信的 EC200A-CN 模块支持LTE CADE 最大下行150Mbps 上行50Mbps 覆盖全网东 2G 3G 4G 信号稳定 适合偏远地区 还有一颗DFN5×6封装的 MSO芯片 负责SIM卡的信号调制 以及北京盛漫威电子出品的 SGM4567电瓶转换芯片 支持1.65V到5.5V电瓶转换 确保模块间的通信高效无误 家用路由器多用的是消费级芯片 如高通或博通 追求高带宽 但耐温差 内存闪存容量大 但不看高温 R300A选用的MT7268NN 和EC200A-CN 支持零下20摄氏度到75摄氏度的 宽温运行 低功耗设计 让它能7×24小时 稳定运行 工业场景 一点压力都没有 接口部分 R300A有一个温口 4个温口 温口用湖北磁创电子的 MP44-11BP隔离变压器 两个LAN口用两颗PSF-2447J变压器 增强信号隔离 抗电池干扰 温口这边有一颗放电管 4个LAN口这个地方也有一颗放电管 厂家均来自杰杰威电子 型号CP4200系列 TSS放电管 快速释放进电 抗雷机 保护电路 还有一个单SIM卡槽 4G和WiFi天线接口 两个副位按键 焊接工艺都是非常的扎实 这些接口放在一起 调试也很方便 家用路由器 一般都是塑料的外壳 少有隔离变压器 和TTS放电管 抗干扰相较于 工业路由器 它要弱一点 R300A的防护设计 和金属外壳 能应对工厂或户外的 电子干扰和复杂环境 接口的话更加耐用 这一个普工艺R300 测拆视频都已经完成了 视频到最后 还是要来总结一下 首先它的供电电路 采用了多级保护架构 反接 过压 浪涌 全覆盖 5-36V框压输入 户外电源不稳 也能稳稳地运行 主控平台采用 联发科的MT7268NN方案 搭配华邦 EGB DD2内存 造一创新的128兆 转程 和医院通信的 EC200A4G模块 系统处理和通信稳定 7乘24小时 不掉线 网络接口虽然是百兆的 但配了工业级EMC防护 WENCO和LENCO 都有隔离变压器 和这个放电管 抗干扰能力直接拉满 相较于家用路由器 只追求信号强 设备多 R300A 更强调的是 稳定 耐用 和远程管理 它支持蒲公英的SD-WAN 和CloudVPN 简单说就是 无需公网IP 也能远程管理设备 完美适配工控 物联网 无人职守站点 甚至是短租公寓 更酷的是 它可以当个 4G户外路由器使用 配合蒲公英的 物联流量卡 每个月几十块钱 录音 旅行 临时办公 随时联网 手机平满 随便刷 一句话来总结 R300A 不是信号强的路由器 而是 放心用的路由器 无论是工厂 还是户外 它都可以为你 省心省力 喜欢我这种 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